元旦晚間在臺北小巨蛋 有一場民歌高峰會 由詩笑容來領軍 邀請了吳夢 王夢玲 殷正陽 金智娟等十五組的歌手 接力來演出 包括拜訪春天 金山古道等經典的名曲 和觀眾一起來欣賞民歌 叙叙舊 也希望能夠一甩 二零二一年疫情的陰霾 歌手們穿著白色上衣 從四面八方走進小巨蛋 驚喜身身 站在四面市開放舞臺 演唱經典名歌 和觀眾近距離互動 好歌一首接著一首 給歌迷不一樣的元旦 忘掉那哭入地 走出戶外 讓我們太明顯 擔任演唱會製作人的歌手 詩笑容一出場 更是把氣氛帶到最高點 二零二二年 伊拉 我想 雖然這個口罩 會遮住我們半張的臉 但是卻掩不住我們滿心的熱情 詩笑容還和娃娃金智娟 帶來秋秋合唱團名曲 為何夢見她 讓粉絲聽得如痴如醉 成為二零二二年 全台灣第一場大旗演唱會 民歌高峰會展現正能量 也為全球防疫加油打氣 華視新聞 江森和黃昭聖特別報導 藍路 感谢观看